喂喂喂喂 大家好啊 哎呀 這則是MayLab的這影片 嗯 這則影片呢 希望大家介紹一下 大概用一個MayLab寫一個小小的程式呢 可以解這個ODE啊 啊說是ODE呢 那其實這段影片應該是嚴格講說是解的 一接ODE啊 一接ODE 好的 那ODE我想各位在工程數學裡面 應該都學過吧 至少在二上的時候都會去教你解 怎麼解這個 常維分方人士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那這邊呢 只是先稍微提一下 那你們在工程數學裡面學的那些 解ODE的方法呢 因為ODE應該會解很 不管一接ODE就會講好幾種ODE的解法 那二接ODE也會介紹二接ODE 什麼細節化解二接線性ODE 那工程數學裡面教的那些解法呢 那個我們通常就叫做Analytical Solution Analytical Solution的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 你那個解啊 是完全可以用人腦 完全用送出來的 完全用人腦算出來 可以用紙跟筆 完全用紙跟筆 把答案算出來的 OK 所以各位其實從小到大呢 其實除了微分方程式之外 你從小到大解的那個 不管是什麼方程式啊 一元一次啊 一元二次啊 什麼二元一次聯力方程式 或是三元一次聯力方程式 不管它 反正從小到大呢 從小到大從國中小學 國中高中 然後你可以用手用筆 直接把答案算出來 把方程式的解算出來 那個都叫做Analytical Solution 有解析解 中文版有解析解 那在工程數學裡面 應該會開始 有跟你們講到 什麼叫近視解 或是微積分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提到 近視解的概念 在工程數學裡面 應該就有什麼 什麼power series 還有什麼for obedience method 然後解那個basal function 那個叫做近視解 approximate solution OK 近視解的精準度 當然沒有你用 真的用手 去直接解算出來的很準 OK 但是如果可以 你可以容許那個誤差的話 就沒有什麼問題 OK OK 我們今天這一節要講的是 叫做Numerical Solution 數值解 數值解 數值解就是說 我們要想一套方法 我們要想一套方法 讓電腦 讓我們把方程式的解算出來 OK 這種方法叫數值方法 數值方法算出來的解 數值方法算出來的解 數值方法算出來的數值解 它的精確度 其實嚴格講起來 它精確度應該是 所有這三種裡面 大概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沒有看錯 其實你從手到大 用手 直接用手費算出來 解析解的準確度是最高的 OK 這種電腦用的這種數值方法 除了數值解 通常 通常它的精確度 是不會比你的解析解 還要高的 OK 這聽起來驚訝吧 用人腦用手算的 其實比電腦算還要準 這沒有聽錯 確實是這樣 是沒有錯 OK 所以用手算數學 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這不多說 OK 那我們這一節影片 就是要利用這個 MateLab來解OD 那我們這幾段影片 主要是講解 這個一接OD OK 二接OD的話 以後有機會的話再講吧 二接OD 以後有機會再講 欸搞不好 其實我已經有講過 沒關係 無所謂 所以我們這一節 我們就這幾段影片 首先我們會介紹油拉法 All You Love Method 用油拉法去解這一接OD 然後之後 幾段影片 再幾段影片會就 會給示範用RK4 OK RK4也是非常 目前已經是一個非常常用的 這個常微分放程式的一個 數值方法 那我先從油拉法開始 那油拉法呢 是用數值方法解 微分放程式的基礎 它是最基礎的 那其他的方 其他的比較準的數值方法 比如像比如說 像這個RK4 它就是以油拉法為基礎 然後在裡面 是稍微改一些些東西 讓它精確度最高 OK 油拉法是最簡單的 解這個長微分 一接OD的方法 是它是最簡單的 對 那也是因為它 也因為它是最簡單的 但是它的精確度 可能沒有那麼高 OK 如果你有些計算 對於這個精確度 很要求的話 那它奧入了MESA 就不適合了 所以我們才要再開發出其他 更準的數值方法 就我之前其實回到源頭 就是數值解 它不見得是 它可能不是最準的 OK 所以你一直有機會 可以去精進它這樣子 OK 好 好那Mailab裡面 其實提供很多這種指令 Mailab裡面 提供一些指令去解ODE 那這些指令 其實你都可以去Google一下 看它到底在講什麼 OK 那我們這一門 這一門課 我不會去示範這些指令 這門課 我是要大家會寫一段小小小程式 去解ODE 那指令的部分 你真的未來對它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Google 或是到他們Mailab的官網上面 去查這些指令怎麼用 OK 這就是Google 好 那 這就可以參考了 OK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主題 這個油拉法 OK 油拉法是一個最簡單的 最簡單解數值微分分 一階OD的數值方法 OK 那油拉法是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微分方程式 通常我們一階OD 都可以寫成這個數學形式 都可以寫成這個數學形式 OK 數學形式 在這邊 我們的ODE 通常可以寫成這個數學形式 Y'等於一個XY的函數 然後給你一個起始條件 X0的時候 然後Y的起始是多少 一階OD 都是這樣子 它的設定都是這樣子 OK 好 這個數值方法的原理 其實很簡單 數值方法的原理就是說 你給我這個起始點 你給我一個X0Y0 那我就想辦法 想一些方法 去我們一步一步往外推 我知道這X0Y0這個起始點之後 我在下一步 我想辦法往外推 推到X1Y1 然後再想辦法再往外推到 推到X2Y2 然後一直不停的繼續下去 然後就一直不停的推 然後我把所有的東西 推到最後推完的話 我就得到一堆點 OK 那一堆點呢 我就得到一條 可以把年前的得到一條線 那這個應該就是最後我得到的 這個 這個溫暖放射解 OK 其實它原理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這樣往外推 OK 好 好 那我們再下一頁 下一頁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怎麼一步一步往外推 下一頁 下一頁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OK OK 就我剛剛說了 它一步一步往外推的方法 是這樣子的 OK 然後是不是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用這個方法 一步一步往外推 可以得到那個解 OK 然後這上面 首先上面這張圖呢 藍色曲線呢 假設這個藍色曲線 是一個微分方式的解 微分方式的解 那我們其實點呢在這裡 X0Y0 OK 這邊X0Y0 X0Y70 X0Y0 OK 那假設我們藍色是解 OK 那我們要怎麼慢慢得到這條藍色解呢 就是用下面這一個 這個呢 我下一步呢 就是其實點呢 往下推一格 OK 那這一格 一格就是H 那H呢 可能很小 OK 因為我們要一格一格一格 慢慢推OK OK 而且我們一格一格之間的距離 如果很小的話呢 那他應該會比較準 OK 我們不希望一格太大 OK 一格太大可能就不準 一格一格 這一格一格一格又很小 OK 好 但是太小好像也不好 OK 他這個H呢 不是說越小就越好 OK 不見得 越小可能計算上會沒有效率 那越大會不準 OK 可以稍微跟各位稍微註解一下 OK OK 這個呢 H很大的話呢 就不準 很大的話不準 那H很小的話也不準 不準 不準 那H呢 如果很小的話呢 沒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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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在數值解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H呢 並不是說他 你一直把它 用得越小越好 不是這樣子的 OK 但是這個有點講多了 所以如果你以後 自己真的有在做數值計算的話 你應該就會體會到 這是什麼 怎麼會是 現在你可能不知道 OK 好那這個是X坐標 往外推一步 X坐標往外 往下推一個 那我們 那我們一個圖形 我們一個XY 我們一個解是一個X Y是一個解函數 Y是一個X的函數 那X我往下這樣推一個 OK那我下一點 所對應到的Y值是什麼 Y值不是隨便亂算的 OK 那這個Y值呢 就是說呢 我起始點 然後呢 再加上這個H一樣 又是這個H 然後再乘上這個F 在那個起始點 起始點附近的那一個斜率 OK OK 這個意思就是這個H 這個F of XY就是斜率的意思 OK 為什麼呢 OK因為原來的 因為我之前就說 這個微半方程式呢 它都會寫成Y的一階微分 等於F of XY OK 那Y的一階微分呢 那各位應該知道 這個如果學過微跡分 應該就知道 這個Y的一階微分 就是斜率的意思 就是斜率 那斜率可以寫成F of XY 所以是 那一般對啊 一般EVJOD都會寫成Y' 等F of XY 所以F of XY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斜率 所以這個就是斜率 OK 斜率 OK 好 那為什麼下一點呢 就是萬一只加上H乘上這個斜率呢 可以我們可以從這張上面這張圖來看到 OK 是不是要畫大一點 要畫大一點 OK 畫大一點 嗯 比如說這個是X0 這邊是X0加H OK 然後呢 這邊呢是這個斜率 X0 X0 這一點的斜率是這樣 OK 那斜率呢 斜率呢 斜率各位有沒有知道 斜率呢就是什麼 Tangent Theta Tangent Theta 斜率就是Tangent 這一點的斜率呢 就是這一點 那就是Tangent Theta OK 懂嗎 這個應該還還算好瞭解吧 Tangent Theta OK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這一段呢 這一段就是H乘上Tangent Theta OK 那所以就是在這邊 OK 那這個因為它這個圖有點小 我把那三角形 這三角形在這裡 這樣就這裡 三角形在這裡 OK OK 那所以這一段呢 這一段呢 這一小段就是H乘上Tangent Theta 那所以我把啊 我其實點這一點YN在這邊 這一點是YN OK 那所以這一點呢 所以變成是呢 YN加上H乘上Tangent Theta OK 所以如果X0加H 就是往H往前推一步的點呢 它所對應到的Y值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H乘上Tangent YN加上YN加上H乘上Tangent Theta呢 來稍微給它 來稍微給它 就是來近視這樣子 OK 那這樣近視之後呢 從這張圖也看到了 這樣近視之後呢 YN加上這個 YN加上H乘上Tangent Theta YN加上H乘上Tangent Theta 這個點 OK 那這個點在這裡 那這個點呢 很明顯呢 跟我們實際的假設 哎呀這個 應該繞一個圈圈 應該繞一個圈圈 OK 這個YN加上H乘上Tangent Theta 就是YN加上H乘上這個F of XN YN OK 就是那一點的斜率 OK 那一點的斜率 那這點這樣這個點呢 跟我們實際呢 實際的解的那個點呢 哎呀一定是有一定是有一段誤差的 OK一定是有一段誤差的 不可能完全陰謀一樣 不可能完全陰謀一樣 在大部分的狀況下 是一定會有誤差的 除非很特殊啦 不知道那些 不不不不講那些那些事情 OK一定大部分都是會有誤差的 OK OK 所以呢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這種這種近視方法 說這種數值方法 去一點一點往外推呢 哎你就是你就是會碰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往外推的這個點呢 跟你這個實際的這個 這個解函數上面那個點 一定會存在一個誤差 一定會存在一個誤差值 OK那怎麼縮小這個誤差呢 就是每一個演算法 要努力的地方 OK 那這個油拉法 各位看到他這個往外推 下一點推的規則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OK所以他 他當然沒有很準啦 OK但是基本上他就是 剩下的數值方法就是以他為基礎 再一點一點這樣往外推 OK 剩下就以基礎 哎不要剩下以他為基礎 然後增加他的那個 增加他的那個精確度 OK 好那我們下面 我們實際來做一次看看 就是實際用手算一遍 其實油拉法是完全可以用手算的 OK油拉法這個東西完全 也是完全可以用這個數值方法 也是可以完全用這個手來計算 OK因為他規則很簡單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假設呢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簡單的OD 就是 抱歉 一個很簡單的OD 它叫做Y'等於2xy 然後給你一個起始條件 X0 X0 就是X0等於0的時候 Y0的值 就是1 OK 那我們現在H會給他0.1 OK 那所有的起始點就是X0 Y0就是0跟1 OK 那X是怎麼往外推 X往外推的話就是這邊 我們其實只是0 所以X0加上H會等於X1 所以這邊X1會等於X0加H 所以X0是0 然後H是0.1 往外推是下一個點0.1 那我們的Y往下推怎麼算呢 OK 我們的Y0是0 所以我們Y0加上H乘上F of X0 Y0 OK 那F of Y0的話是1 OK沒有問題 那H呢 我們這邊一樣是取0.1 那這邊呢 F of X0 Y0 OK 那我們的F of X1 很明顯呢 就是這個2xy 2xy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X0 Y0帶進去 OK X0 Y0帶進去 OK 這邊X0 Y0帶進去 那最後呢 我們這個Y1算出來就會 就會得到是1 所以我會得到X1 Y1 我會得到下一個點的話呢 是0.1 跟1 0.1 跟1 OK 那我得到了X1 Y1之後 我再由這個點再往下推 再往下推X2 Y2 等於多少 OK 然後再往下推呢 X3 Y3等於多少 就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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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看一下 OK 這其實就是重複一模一樣的過程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真的是電腦的專長 電腦的專長 就是可以重複做很類似一模一樣的事情 這個我們人可能算個幾步就覺得無聊了 但是電腦對電腦來講 他不會無聊 他就一直不停的往下做 除非你把電源關掉 不然他就是一直往下做 OK 所以你看這邊呢 稍微把它關掉一下 所以你看我們之前得到的X1 Y1之後 我再往下短 那我的X2 就等於X1再往外推 那我的Y2 就等於Y1 就往外推 OK 那這計算過程都是一模一樣 但是只是說這邊的話 你的這個X1是誰要知道 X1 Y1是誰要知道 那你得到這個第二個X2 Y2 那你在X2 Y2這個字 再繼續往外推 X3 Y3是多少 一直不停不停一直繼續下去 那最後你 就是我一開始直接講 你就會得到好多個點 OK 你會得到好多個點 OK 比如說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下面來看一下 你會就是像這樣子 你會得到就有了 你會得到好多個點 就是有點像這樣子 你會得到好多個點 你的每個XN都會對到一個Y字 你會得到好多個點 那得到好多個點的連起來 就是一條函數 OK OK 那這個就是 應該就是 你大概的近視解 溫放式的近視解 OK 那這邊的這張圖 是跟解析解做一個比較 藍色的話是解析解 就是你完全用手 算出來的解是多少 OK 那我們等一下這個影片會示範 怎麼寫這兩個小程式 OK 那這一則影片 我是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由拉法的概念而已 OK 好的 那 OK 那我就影片就先暫時介紹到這邊 OK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就實際來操作一下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要怎麼樣用這個manable來達成呢 OK 好啦 那這個就我就暫時先把影片 先暫時停在這邊 那剩下的我們就之後再聊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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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支影片見了 拜拜